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Ryu姐姐姐 那我現在要為大家介紹 我們木喝杯登山背包 那我這一款 登山背包是屬於10個包 那建議大家呢 先把這個紙包放在前面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 重要的東西放在前面 保護著它 OK 那這個紙背包呢 比較大型的背包 背法 因為呢 通常裝東西都是蠻重的 所以建議大家呢 在背的時候 傾傾45度 這樣就背 然後呢 穿過另外一隻手 然後跳一下 為什麼 讓它有平衡 那這個扣住之後呢 首先第一個要扣的 扣的是 這個叫做寬補的地方 你的這個 腹腰的地方 一定要整個包覆你的寬補 然後先把它扣住 然後把它拉起來 接下來 你要先看一下 老師說 你的背的這個地方的空隙 是不是很大 如果空隙OK的話 就不用調整 如果呢空隙太大的話呢 這兩邊的這兩條繩子呢 你就要往下拉一點 好 第三個要所要拉的繩子呢 就是兩旁的 耳朵兩旁的繩子 那這個繩子呢 不是空隙一樣說要空隙 空隙比較涼氣的喔 是這種的喔 好 那這個是呢 把上面的 上面包包的那種 讓你的這個包包 配成一個直線 那這就是簡易 背包的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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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